來 為生大學 但是是什麼 什麼東西行得通呢 因為在網路上面有千奇百怪的傳言 對 有些得到了證實 對不對 譬如說 蝸牛不吃東西可以睡三年 超限的 怎麼會有這件事情 我想說蝸牛可以活到三年 然後甚至更久就對了 就縮在那殼裡面 然後它忘了出來 可是這樣它會乾掉對不對 對啊 它應該會乾掉 因為它如果晚上就露水 所以它眼睛就OK 有點水散 好棒 我要當觀眾 譬如說有一個我覺得很厲害 打噴嚏的時候 眼睛是不可能閉起來的 所以眼睛不可能閉起來的 眼睛不可能閉起來的 眼睛不可能閉起來的 眼睛不會是睜著 然後Hachoo 對 一定是Hachoo 就是他會閉起來 那個瞬間眼睛都是閉起來 就是你眼睛至少一定會眨一下 大家是可以這樣子 然後Hachoo眼睛要閉起來 因為那個壓力太大 眼睛可能會被噴出來 不可能 真的假的 對 就站出來 假如你眼睛不噴出來的話 可能是長的 所以你自己選一個 沒有 這亂講的 但是還是閉眼睛的 所以眼睛應該會眨一下這樣 還有很多 譬如說可樂原本應該是綠色的 為什麼 色素嗎 這個也是我對不對 好神奇 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好好來聊一聊 請問一下大家 你曾經聽過這種網路上面 有什麼樣奇特的言論理論 有沒有 就是其實我們現在吃的那個 壽司的吃法都是錯的 然後網路上有正確的 就是連日本人都覺得 很驚訝的壽司吃法 就是我們吃壽司 現在不是都把芥末 是夾在那個魚跟飯的中間 其實是不對的 是只能沾在魚的上面 然後 不是… 因為現在都是夾在中間 有啦 有很多是 就是它的飯師傅已經弄進去的 對 師傅已經把它夾在中間了 或者是我們會覺得 飯沒味道沾在飯上也是不對的 或是大賣場賣的那種 夾在裡面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吃都是把飯 就是放在超下 假如說這個黑色的地方是飯 我們都是這樣吃 其實是要用魚放在舌頭上這樣吃 才是正確的 是一種禮儀 沒有 因為主要的是 你要去藏那個魚的溫度 對 而且是因為舌頭有溫度 它可以直接讓那魚上面的 一些油脂性 對 就是一種禮儀 剩葉好甜 這個也是新知對不對 好 不過我們今天其實 真的有很多網路知識 而且對各位真的是有用的 所以今天這一集 讓大家會獲贏量多 所以跟我們一起分享 這些網路知識的是我們的藝人 王詩恩歡迎 王詩恩歡迎 歡迎 歡迎 歡迎專輯了 恭喜你了 謝謝王詩恩 那邊有放三張專輯 是不是要送我們的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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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來就好了嘛 真的是 謝謝… 又漂亮又會唱歌 這個很像油畫的感覺 滿特別的 對 它的 它摸起來有點像油畫的紙的感覺 所以這張專輯 所以這張專輯 介紹一下 對 專輯叫做 你好嗎 Love Lesson 然後 它是這樣打開 是要重啟 這樣子 對 然後 這個裡面是CD 然後再來有一本小小的寫真集 因為我們拍了很多照片 就是一些 還有副撲克牌的 寫真集有什麼大膽的突破嗎 沒有 其實沒有 都是比較 那為什麼要副撲克牌 有什麼特別的 它是在廢棄的遊樂園拍的 對… 所以它是比較有 很刺激 一點小抽象的東西 是 所以妳今天打算什麼時候 變兔子給我們看嗎 不是啦 不是啦 很可愛 對啊 妳常常會關心一些 網路上面發生的事情 有… 網路新資 常常會看大家專載一些東西 妳說有看過什麼好玩的 有沒有 聽過 印象中 我是聽過怎麼殺蟑螂什麼的 因為 我來… 我三年前來到台灣 我對… 真的嗎 在哪裡… 在哪裡… 沒有蟑螂的地方 在哪裡… 我之前 我在荷蘭出生長大 荷蘭 荷蘭是講荷蘭文 好棒喔 荷蘭文 荷蘭文怎麼講 你好嗎 好好聽喔 對 那蟑螂的荷蘭文怎麼講 對… 跟英文有一點像 荷蘭怎麼可能沒看過蟑螂 荷蘭沒有蟑螂 我覺得荷蘭應該有蟑螂 只是 我們沒有看到過 牠可能不在市區 其實在 對 其實有些地方 像… 你說加拿大溫哥華什麼的 那些地方 我也是沒看過 也對 去那邊玩 住什麼 你也是沒看到 對 牠可能會有蜘蛛 或者是別的昆蟲類 對啊 會比蟑螂多 蟑螂是跟… 在台灣是跟我們之間密切過 關係比較好 關係比較好 好 今天有很多網路新資 希望讓你大開眼界了 歡迎 好 歡迎 歡迎 我們今天就有很多另類知識 要介紹給大家 首先 TART1 打賭… 打賭天技巧 用這個打賭對方絕對會贏不了 對 有時候去譬如說去一些歡樂的場合 唱歌 或大家譬如說喝酒聊天 這個時候好像是有人出來 可以打賭一下 我們教你沒賭必贏的方法 好適合你們喔 把妹用 我們都喜歡被把而已 是 我們都是吸引舞台中 對 OK 首先要問一下大家 你是一個很愛跟別人打賭人嗎 全國差 豬妹 不是端午節也可以立蛋 對 我要來教大家 就是打賭一定會贏的小方法 對 但是騙人的小方法 對 就是首先要有鹽巴 放在這個中間 這麼多 可以 對 不用太多 然後把蛋放在上面 它就可以立 然後可以把旁邊的鹽巴 會把鹽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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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 好煎炸 那個肺活量要滿大 好帥喔 好帥喔 就是在白色的地方 就是上面 其實這樣人家看不出來說 你是有撒鹽巴的 所以蛋就可以立起來 不是端午節也可以立這樣 對 就可以跟人家搭訓一定會 吹掉 吹掉耶 這個值得掌聲啊 對 對 對 好 OK 芝芝妳說回文針是 對 就是我有用回文針 跟人家打賭過 然後我自己覺得還滿酷的 就是 一般我們拿著回文針 然後放到杯子裡面 就是現在看好囉 一定會沉下去 然後有一個小方法 可以讓它不會沉下去 就是我們要先拿一個回文針 然後把它中間的地方掰開 然後弄成像一個湯匙的形狀 好 然後弄好之後 再把這一個回文針 放在它的上面 然後輕輕的 它就不會掉下去了 上面它就扶住了 如果只用手直接放的不行嗎 不行 就像我剛才放的一樣 如果沒有用這個方法的話 不管你用幾個它都會掉下去 原理是什麼 它的原理是什麼呢 它就會撐下去 你知道原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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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直接讓它接觸到表面張力這樣 所以其實你用手這樣慢慢放 因為你手會拖換到表面張力 它就會掉下去 可是它可能要水 對不對 好 大賀你要說 絕對站不起來 這個我覺得 我跟別人打渡也有贏過 就是假如說我們現在有門 你現在站在門那邊 就是面對的門 你是完全是站不起來的 你的腳是墊不起來的 對 面對的門腳是絕對墊不起來的 面對門那個 就是打開的那個框的話 側面 可以試試看 你絕對墊不起來 不可能吧 可以啊 為什麼不行 我們去幫他們打開一點好不好 有人可以幫納豆開個門嗎 絕對站不起來 絕對點不起來 我好像這感覺好像 每個週末都會看到納豆在前櫃這個樣子 很重的聲音 我要回家 剛剛不知道我回家 我要回家了 好 這反正是站不起來了 真的絕對站不起來 我可以換很多次實驗 每次都站不起來 好